欢迎加入洋葱物理共学第七周 上周谈完温度及物态变化 这周要来谈物态变化中的融化与凝固 并探讨融化时其温度变化的状态 并将物体在其温度变化的结果区分为穷物质与混合物 并认识一些穷物质的融点 以下我就为大家快速导读这四部影片 在融化与凝固中实验栏做了两个有趣的实验 一个是将金属的银先加热融化 接着再放到一个容器中让它凝固为海马徽章 另一个则是将玻璃融化 接着让它掉到水中凝固为水滴状 在固体融化时的温度开始探讨有些物体融化时 温度的变化情况 例如加热大叔打时其温度就会经历一段不变的情况 但在对蜡做加热时 就会发现其融化时温度其实会不断的上升 融化时有固定温度的固体就叫做虫物质 例如海波、锡、草酸 而融化时没有固定温度的就叫混合物 例如蜡、松香、黄油 接着在融点与零固点这部影片就提到 刚才虫物质加热时 融化温度保持不变的那个温度 我们就称为融点 并介绍一些虫物质的融点 从3400度的乌 到融点只有30度的加 加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你把它放在手中它就会融化 与融点相对的就是零固点 零固点就是指当液体降温为固体时 所经历温度不变的那个温度 以上就是本周关于融化与零固的导渡 也欢迎你来分享生活中看到 关于融化与零固的现象